南瓜季节到苗栗县造桥乡龙生社区打造的南瓜隧道 成为了苗栗县殖民的热门旅游景点 当地有2600公尺长的环虎步道可以欣赏自然风光 又能带回当季的南瓜 前来赏景民众是络绎不绝 就在台一县苗栗龙虎公旁广阔的大潭风光 岸边铺设长达2600公尺的环虎步道 欣赏一望无际的湖面风光 龙生社区再次打造两座南瓜隧道 吸引许多外线市游客来此拍照散步 很不错很好还有可以环虎 然后看南瓜心情很好 对 腾气又好 腾气来逛最好 从台北来的 有没有拍了很多漂亮照片 有有有 龙生村栽种南瓜面积有50公顷 是造桥乡产区之一 迎接每年4到6月的南瓜季 龙生社区居民都会合力在环虎步道上 打造南瓜隧道 让民众散步休闲时 又多了一个话题景点 从4月开始 全国各地乡亲来我们 龙生社区大潭南瓜隧道 还有大潭环虎步道走走 环虎步道2600公尺 平常竹南 后农 苗栗 我们在地的乡亲 早晚也很多来这边走路健身 今年南瓜隧道改在南侧步道上重 最佳观赏期是在5 6月 当地小农也在龙虎公前涉滩 欢迎游客选购 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南瓜 垂挂在棚架上 模样陶西可爱 南瓜隧道预计可以放到7月10号 想要来拍照打卡的民众 可要把握时间 感谢